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星期的《新桑海神州》 我又是桑普 我又是好拍档杰斯在旁边的 哈喽 桑普 你好 大家好 又来到新的一个星期的《新桑海神州》 说这个星期又是一些话题 真是多到爆灯了 那继续 我想都是美国总统选举 未来都会有很多话题 这个星期 这个话题 我想都讲了一段时间 就是关于这个川普和拜登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最近我们做完上一个星期的《新桑海神州》之后 局势有很多很多的发展 川普受到襲擊 也知道他在演讲的时候 被人家襲擊 他说有一只大的蚊子 他后来说 飞过他的耳边 这个是他对这个Robert F. Kennedy Jr. 另一位独立候选人的电话 竟然被对方那个摄影师或者撤录师 就是录音就说他讲这些说话 讲出他真诚的说法 这件事 我都有几个特别的地方跟大家讲一讲 第一件事就是 深深受襲 大难不死 差一公分 打中太阳鱼 你说这个没有上帝之手 比他偏向右边一点点 偏多一点的地方呢? 或者当时他不是在看那个报告的话呢? 基本上是没有可能行列的 因为他可能会打中后脑的 而那个子弹的力量是相当大的 就是绝对可以败穿的 你看 几个人已经累下来了 已经过世了 一个很好的爸爸 保护着 就是刚刚站在侵侵和枪手之间 他也能保护到他的太太和他的女儿 同时候也有两个人重上的 这个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 捉到的兇手 叫Thomas Matthew Crookes 20岁 拿着AR15的来复枪 就向这个现场射杀 当然大家要检讨 整场的安保 保安是否有问题 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也都需要循着这个地方去调查 有些人阴谋论是否特勤部队呢? 就是明知道等这个兇手射杀了他 然后才杀死这个兇手 这个说法我想很多的阴谋论在里面 我只是说这些都要调查 才可以作出一个清晰的结论 但无论如何这件事是特朗普就说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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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旦下台的时候就很清晰的 现在变成了Slogan来的 三个Fight! 是的 有些人说好像1945年2月 这个硫磺岛战役里面 六个美军登上那个山上 插片美军军旗一样的那种 很厉害的地方 刚刚他披血伸手落台的那张照片 后面就是一张美国旗 所以就让大家好像是年度照片那样的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个是他大量不死 接着呢 发生好几件微妙的事 这几件微妙的事呢 我都期待发酵的 那发酵的点呢 就是看回 接着就是我正在录制这个节目的时候 还没有凡斯的演讲 还没有Peter Navarro的演讲 还没有川普的演讲 川普的演讲就会在 我星期五的早上去做的 那我也希望到时候再跟大家更新有关的资讯 但是这几个演讲就看回 川普说他撕走了一份 他原先写过广告 那份广告骂拜登的 Sleepy Joe Crooked Joe 又说他是这个 Corrupt 多么可怕 Terrible 垃圾的政府 贪污 腹化 对于外交政策失利 Open borders Inflation 说一大堆这些东西 那当然这些东西他 要保留一些理性批评的成份 但是他将所有的字眼全部 整份广告把他撕走了 那他写过另一份 那我看回这个星期四的一份 他说经过这一件事 他静心祈祷 那他发现到呢 就是这个时间是一个黄金时刻 是团结成美国 以致团结整个世界 因此他认为呢 要对这件事里面呢 很多谢一个人 就是多谢拜登 多谢拜登什么呢 问候他的 真的是 打电话其实也都很多谢拜登 这件事是无分所有的了 拜登也都打电话问候他 喂 你怎么样呢 就算特朗普对这个Robert Kennedy Junior 他要打电话 跟他讲话的时候 也都说拜登有打电话问候我 其实他也挺好的 他也挺关怀我 喂 他真是真心讲这个说话 他不知道别人在哄他的声音的 那他也都说这一点呢 他都对拜登是 某程度上有一定的尊重的 那你看回拜登 他说拜登也不是想象中那么坏 他只是这样讲的 那所以你看回这件事 他会整件事有所改变 因为这件事呢 他的改变呢 这个是很难得的契机 他大难不死嘛 那他改变会使得哪个人最受伤呢 喂 中国或者俄罗斯 最喜欢就是说 美国分裂 分化 左右派不断向极端发展 之后呢 两个人躲起碎城水火 接着左派就搞换灯 就是现在又开始来 就是我们要讲的 换灯 第二件事呢 就是说呢 右派里面 讲2025的这个专案 就是希望废除美国宪法 创造第二共和 这个2025计划 就用这个地方来撩右派 两个撩的时候呢 以为撩得很顺利 突然之间有个颠佬 写一粒子弹出来 改变了整个局面 那个局面是什么呢 大家开始要说 come close to unite了 那一come close to unite突然一颗子弹 2025计划这个吹噓的停了下来 换灯在高的时刻又停了好几天 现在会不会再起来呢 就看回Pelosi 我们稍后会讲到 那你跟着看回整个 这个左右派的分歧 好像有一种叫做 大家都觉得 一人小句啦 就是为了美国的团结 大家应该在一起 所以这一点是相当难得的一个呼声 搞到今天 特朗普的演讲将会发表 他的全国代表大会 也都是这个 不是他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也都是在Wisconsin、Milwaukee去开演 7月15日到18日 应该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 大家已经结束了 整场的焦点都是川普的演讲 川普的出场 川普选了他的副手 这个有人叫凡斯 有人叫凡斯 香港叫曼斯 曼斯很奇怪 因为他读音叫J.D. Vance 曼斯 有人读Vance、有人读Vance 两个都有的 英文都有两个凡斯 在美国,美国人当然读Vance 美国人当然读Vance BBC当然读Vance 我觉得人家说 读凡斯还是读曼斯 我觉得不读曼斯 我觉得香港很多媒体 跟着中国那些东西 没办法啦 这个叫Vance 读凡斯或者凡斯都可以 但是你说曼斯 又不得你翻译了 我想这个人有不同的观点去看 那这个我刚才说范斯 范斯的话 他是这个流浪者之歌 Hilberley Energy 就是《香巴佬的玩歌》的作者 很精彩的本书 挺厚下的 《中叶本》挺厚下的 英文本呢 英文不是很厚的 英文200多年 200多年 未够300年 是啊 不是很厚的 这个故事来的 这个故事是他自己的 前半生的自主来的 说他有个吸毒的妈妈 各方面的故事 还有他自己在 奥哈尔西南部的乡下长大 他遇到的 整个大财团的 或者是这个 华尔加集团的打压 还有他自己看回 他当时有很多的困境 一炮二红 拍整个电影 大家自己上去Netflix都看到的了 全部都有的 那这些这样的 情况令到川普注意 而川普在选质的时候 选负手的时候呢 就很重视这一点的 他很重视一个 speak like him think like him look like him的人 因为副手最重要的功能 不是执政嘛 副手不会天天 好像国务卿 国家安全顾问 国防部长 天天去做execution 不是 副手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一个被位储君 这个川普是多做四年而已 不可能在2028年的时候再选的 因为美国现在的宪法规定呢 做两届 无论是连续 不连续就做两届而已 一到2028 是不是会由这个二年 比我和阿杰斯更年轻的 这个39岁的男生呢 1984年出生 1984年出生了 80后 然后之后他的资力非常浅的 现在从政 2022年他才是做第一任的参议员 而且做到现在才是一年半时间 是2022年当选 2023年一月就职的 所以你看看他的情况 旁边的那个州 Matchigan的那个州长 参议员说 我不认识你 但是呢 他怪怪的就是三个人 最后是short list了三个人 Doug Bergen Doug Bergen 这个是Marco Rubio Doug Bergen就是North Dakota的州长 然后Marco Rubio就是Florida的总裁 这两个都是资深的人 特告忘重啊 Doug Bergen 是啊 你想想一下 就是我了解川普这件事的选法 我的猜测或者我的分析 第一 他要选一个从政之力 不要做老油条的人 Hence在眼中是个弱子 Vance是一个可以是个弱子 那这个体力 因为尤其从政的资历深的人 很多脉落在后面 特朗普当时 Doug Bergen 特朗普这些比较出色的总统 之前都没有从政过的 所以他一直都不介意你 你到底从政的资历有钱或者深 而他认为最重要你的脉落 不要那么深 否则被某一种实力的牵引更加大 第二件事就是 拿选票 因为呢 没错 他很阔了 三个里面他最阔了 我告诉你 没错 因为这个人说出了什么人的心声 不是说出了州长 华尔街的人的心声 是说出了一些选民的心声 哪几个州 Matchigan Minnesota Russberg 就是由一路删到威斯康塞 一路到奥亚尔 一路到Pansylvania 这些就是摇摆州 特朗普的盘算就是说 其实最重要就是顾着这个Russberg 摇摆州 这些人如果只要 这个Semi的差数将它扩大一些 使得特朗普的优势 在几个州里能够成功的话 赢了其中两三个州就可以了 基本上特朗普就可以上到总统这个位置 现在似乎连约尼亚尔街都由蓝转红 Virginia分分钟都会移动 而有一个更加特意的州 就是New Jersey New Jersey一直都是蓝州来的 哇 现在是5波 我看270 to win 270 to win 那个网集 做所有的一些民意调查的分析 New Jersey 特朗普是赢了2%的 OK 那你看看这个这样搞下去的话 尤其这个猖击案之后 还要发烤死个月 你看 那我相信这个特朗普的赢面会更加大 好了 那这个 Fans上到这个位置 那他会发表一个演讲 Peter and Marlowe都会讲 我等一下杰斯就讲讲这一点 那我觉得这个是相当难得的一件事 那最高潮的当然是 最后特朗普在星期四的晚上 就是我星期五的早上 发表的这个演讲 那我们也看回 怎样能够团结整个美国 那我呢 就是不是玩架 但是我觉得在现在来讲 一个realism 一个现实的考虑呢 或者是理想的考虑都好 两样东西呢 都是希望特朗普能够减少一些 去使得中间选民流失的一个演讲 换言之就是说 今次能够要赢这场选举 就在于呢 就是这帮中间选民 想听到一些什么声音 美国是一样东西呢 美国是一向重视 honest 而且是strong man的 我经常说 诚实 与这个强的人 强而诚实 就是美国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来的 这个超越左右派的根旗 而你能够strong 这一点很重要 那我正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最新的消息就是说 拜登就是罹患了这个COVID-19 那染病人都会有 一岁老人可以不染病吗 那我们都不会责怪他了 不是责怪 不过他整天病而已 大佬 就是我想 这个加回给 这个加回给美国人 但是我想 就算是民主党的支持者 去到目前都应该会有一句疑问 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持那些人 整天都病的 现在不是说 你一说多的时候 你知道民主党是阻交的 一说多又说年龄的歧视 但是事实现在不只是说年龄 有些人八十多岁都老当益壮 但是起码不是拜登 让我们看到 一会儿又感冒 染上COVID也不知道第二第三次了 这个都要问一下 究竟是不是真的适合再继续去做这个总统呢 就是这样 是啊 就是你今天如果这样搞 又感冒 那我觉得是胡亂说的 你戴卫营六天你都感冒 接着之后你又马里兰的戴卫营 他说话都很精灵的 但是他不行啊 大哥 接着现在你又说 COVID-19取消了原先要搞的一个 你觉得是翻身之旅的一个演讲 你去Nevada演讲啊 你要在这个全部的人面前 对那些黑人说 为什么要投票给自己 现在取消了 那这样Nevada的黑人情何以堪呢 你支持就觉得 搞错又生病 你怎么搞错 所以这件事的话 你变成了倒自己的米 那现在有个酝酿就是说 Pelosi呢 想把它换下去 那你说又说 是啊 真的又说 因为他Pelosi顶不住 今天他有这个消息 被换走的机会率 比上一个星期高了一点 我觉得 是啊 那这个换走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Pelosi呢 就后面讲过 拜登必定输 正私下运作换登 希望他优雅退场 使得民主党呢 不会被拜登摧毁 那他已经和 众议院的少数党主席 就是民主党的这个领袖 Hakim Jeffries呢 密密谋谋的商议 究竟怎么去做这件事呢 那更加令人觉得 哇 有没有搞错 那又可以 那你说拜登 这一件这样的染病的事情 就是这个武汉肺炎 阳性 那白宫的新闻秘书 这个Karine Schott 已经讲过了 上呼吸道 上呼吸道的情况 包括流鼻体和肝咫 流鼻体和肝咫 有没有试过了 我真的不知道了 目前已经接受第一剂 抗病毒药物 Paslovit的治疗 就是Paslovit的治疗 就是Paslovit的治疗 没案发炎的 OK 那这个情况就出事了 那他说 你想想 已经完全接种疫苗 因为17号 他拉斯维加斯先和记者表示 拜登自己已经完全接种疫苗 感觉良好 但是在那个地方做自我隔离 哇 怎么搞错 就是据言之 疫苗都没有 不是 没有一个人这样举手 OK 每个都在等 我问你 一个真正的中间选民 我这些呆黑支持你的人 我不说 中间选民 理性的选民 他会怎么样去看这件事呢 喂 你这班人 每个都在玩这个权力游戏 就是大家不要出头 枪打出头了 等后面合中联络 很噁心的 还有 今时今日要换的 为什么不早换呢 一场辩论 你就换走你原先支持的领袖 病一病你就换走人 那上台那个 如果又病一病 跌一跌 做错一件事 那你是不是又要换走他呢 那可以这样说成的 桑普 就是现在已经是 这个时间 已经是一个民主党阵脚大乱的时间 毫无疑问 就是没有人反对 非常时期 用非常手段 那我想整个党 我想现在是以日计的 每一日可能都会有一些变数 就是民主党可能已经是 在酝酿着一些非常手段 就是比如说 是不是 我觉得也有一个可能 就是拜登可能是 透过今次放这个风出来 COVID 那是不是稍后会宣告退选 跟着然后即将出来 我想已经酝酿 我想党内其实可能已经酝酿着一些人 是出来 就是准备 准备補他的位置 这样 其实所有 我只想说的就是 所有可能都会存在 现在 因为你看到 是 那个势真是很厉害的 特朗普 在由上个星期六开始 就是特朗普国家之后 其实已经是 就是 摇摆州份 你看到那个民调都已经高了 那还有 刚才你也说了 有些南州可能都会 轻轻都已经慢慢变红 那这些东西都见得到的 就是那个势实在很强 那民主党也要找一些应对方法 或者是 我个人就不是这么看好 拜登会被换下来的 OK 我会认为 拜登要换下来的机会不大 不是希拉 不是 佩洛西一个人 可以决定到这件事情 因为你要换的 你今时今日只有17个 我没记错 参众议员站出来 这个连一成都没有 整个参众议员 民主党的议员 一成都没有 是的 20个松一点 最新去到 连买Adam Schiff 那些都 20个松一点 都是一成左右 都是你讲的 一成左右 是的 一成左右 那你怎样那些人 如果你说三分之一 我都可以考虑一下 你连一成 可能这么上下的数目 那这个就是not the right way 另外一件事就是 你要换走它 难道你没有due process 以前就是初选了 初选选了人要受 你现在才知道它是老人痴呆 不要老人痴呆 认知衰退 是不是这样呢 你现在才知道 不是吧 就是很多记者都是这样做的 跟着你看回 最近有一个叫538的民意调查 竟然说做了一千次的模拟 而当做其实那样本相当小的 7月8日发布 在他7月16日更新的报告里面 就是刚刚更新的 一千次的模拟里面 拜登是获胜534次 川普只是获胜462次 我觉得这些是不信的 但是你说这些这样的民意调查机构 做这些这样的假民意调查出来 证明都是捧回拜登 还有有一件事就是说 如果拜登真的这次要落选 要退 他最重要的是他自己要退 那你给些什么地方 让他优雅下台先 朱拜登 日日都说除非上帝叫我走 是 除非我跨路趁 除非我跨路 否则我是不会走的 说了这么多次 怎样我们会走的 是不是上帝 那他可能就是说 他这几天就听到上帝的声音了 这样 这样 很难看 整件事就是你们里面的党内斗争 劫走他 那别人会怎样看这件事呢 还有一般的选民 就是我想美国的选民就是觉得 你不是一个brave and courageous man 以后你玩完了 那当然他也说81岁已经玩完了 那你拿到这个位的人 想去代表来选的人 凭什么呢 看回你换到Kamlet Harris 基本上跟拜登的这个弱势是一样的 你会让Michelle Obama出来选 那我真的很拭目以待 Michelle Obama选就是奥巴马继续连任 很多人就出事了 你奥巴马已经做了两届了 那你的老婆 基本上是你的喉舌 签文件可能在旁边叫她签 也是这些人 深层政府的边缘代表出来 在那里抛头弄脸我觉得不像 那那又... 那又... 那又... 不是... 不是... 曾经真的... 真的发生过在民主党里 差点... 那林顿做完就差点到希拉里做的 那所以奥巴马就说 那为什么我做完 我老婆不可以出来做呢 那这个不是我同意 但是民主党就有这些前方 那所以呢 就是... 没有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大哥你和我最清楚 民主党基本上是 美国的弱性 那弱性 那弱性 就真的什么都可以发生 喂... 喂... 有什么不行 他现在说... 喂... 很危险的国家 我們現在實行宵禁,他拿回林鄭月娥在2020年9月6號那一鋪 都還可以,就是說什麼?現在我們押後選舉 可以不可以?什麼不行?非常時期,用非常手段 不要輕視極左的威力,民主是很脆弱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這麼重視美國的選舉,就是每一次其實都在保護制度 他們是有鮮烈在248年前,怎樣建構這套的制度 這套制度有 Almighty God在那裡,但是今天的民主黨是沒有 Almighty God的 我們只是看到共和黨才有,所以很多人都見不到 我們只是看到,我和你最深水清見到的就是 民主黨怎樣將民主、自由繼續在那裡扭曲 所以不要小看民主黨這種扭曲的功力 是啊,我也覺得你很對的,我會覺得不要小看 但是憲法規定1月20號就要走職了,這個是憲法規定 但是你要扭曲它,違憲亂證,那你當然也有這樣的可能 說回這個Vance和Harris的debate 先當是沒有換人線 現在約定就是說,兩個日子拋出來 就是由CBS News去主持的 哇,精彩! 顧總統的辯論會就精彩了 精彩! 是很快會做了,因為7月23號很快 就是下個星期左右 是啊 13號 我希望越發越好,令到這個Vance初試提升 也提到他和Harris之間的辯論 是啊,我真的很想說一下這個Vance 首先,我早兩天就民主黨代表大會confirm了他之後 然後就看回原來他是個作家 認識他很多個身份 耶魯法學士畢業的 不是,法學士的,法學博士 他之前就在Ohio U那裡畢業的 他是一個我想說的,很強調的就是 特朗普選得很厲害就是什麼 三個裡面這個是最American dream 如果你有看過他本書裡面 也有一個core value就是什麼 他說美國,American dream 美國夢究竟是什麼 就是你可能是一個很ordinary people 其實他自己就是一個很ordinary people 他的家庭有很多的問題 如果大家有看過那部電影 那部電影很有趣 我早兩晚就在Netflix看 我都忘記了原來當年我是看過的 原來就是這部,但那時候沒有這個印象 第一,我看的就是因為我是Amy Adams的Fans 就是Amy Adams的戲我都看的 那當年其實這部電影都是大製作來的 奧斯卡,我記得最佳女主角女配角 Glen Cole做Fatial Attraction那個 做J.D. Vance的外婆 然後Amy Adams是做她媽媽的 其實做了最搶劲的就是這兩個女主角 最主要其實是說媽媽的 因為J.D. Vance是說很多毒品的問題 因為她親身經歷 她媽媽是有很厲害的毒癮的 海樂嬰,還有鴉片,頭痛藥,精神病藥 什麼都齊的 有很多家暴,這部電影拍得很好 我早前一晚就回看這部電影 但是重看就發現,厲害了 這部電影裡面的角色全部是真名 那個年輕人就叫J.D. Vance 但是那時候我們沒有印象 J.D. Vance是誰 我們都不知道 甚至她女朋友 那套電影裡面的女朋友 就是她今天的老婆 一個印度裔,名字都一樣 叫Usa 整部電影就是她的回憶錄 所以如果你們想有個捷徑 去認識一下J.D. Vance 看這部電影就可以了 那我審著順便買她的書 這個就是 繼續說美國夢 她的書又賣光了 喂,十年前寫幾乎 OK,2016年吧 八年前寫到 那就賣光了 Amazon現在要訂了九月才有貨 現在八旗文化都要再版了 是的 是的 她裡面有個金句很棒的 J.D. Vance說什麼叫做美國夢 她說就是普通人 在美國這個地方 才可以給到一些普通人 去做一些超級的事情 那她今天就是一個人版 我想我要不得不贊特朗普 就是三個選擇裡面 從選票上 你選的Vance 真的大部分都是優點 第一 我再說一次 她很年輕 這次是老人選舉 喂 特朗普就給你一個未來的希望 再告訴你共和黨有很多這些人 OK 我負責的一個就是39歲的年輕人 再加上其他那些現在都慢慢變成大佬 Ted Cruz Marco Rubio Nickey Haley 或者還有Dissantis 你看到共和黨未來 不仇武人 OK 民主黨呢 明天再說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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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難道跟我說那些 progressive的那些女兒 不要玩啊 大哥 民主黨有什麼人 垃圾就多 Doc那些 Aoc那些 垃圾就多 民主黨 但是你看共和黨 是給到美國人 夢想 希望 特朗普真是厲害到爆 你如果選擇 Doc Bergen 德高望重 他就是 他是少有很有錢的州長 喂 這些東西 在特朗普身上已經找到了 德高望重 不用再找人 德高望重 你要找Marco Rubio 不是不行 不過Vance好過Marco Rubio Marco Rubio 窄少少 拉丁Latino票可以 很多 但是這個真是漂亮到無論 還有就是他寫過一本唱笑書 他的選 就是喜歡JT Fans 有可能看過那本書 當年有很多 喂 New York Times以前 好笑的 你在New York Times 2016年 找很多文章 是讚這本書的 但是現在New York Times 最新的 寫幾篇文章 出來 這本書 很好笑的 那你就看到 他是吸到一些左膠 還有他是一個美國夢 就是一個 一個普遍的人 一路爬升 家裏有很多問題 但是我怎樣努力讀書 怎樣成 一個很勵志的故事 還有我想的就是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怎麼說呢 還有我想還有很多 我想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給很多人看到 在這個人身上 還有我想說的是什麼 他在整個上一任 2016年去到2020年 Donald Trump的任期 這個人基本上是一個 Never Trump派 他是不買特朗普的 他曾經最近說 他說特朗普可能是 美國希特拉 但是現在這個故事 是一個聖經故事 CNN就已經開始抹黑他了 就說這個粉絲小心提防 他可能是一個左搖右擺的人 但是我告訴你 動搖不了所有美國人 在大部分的美國人眼中 up to this moment 可以告訴你 他們只是看到一個 聖保禄這樣的形象 OK 就是一個反耶穌的人 怎樣去追隨耶穌 你明白我說什麼 那這個故事 是 這個故事 在接下來的選舉 已經開始帶動很多人 就是因為很多人會 提醒自己 是的 我在2016年 其實我也不太喜歡特朗普 但是我怎樣走過來 原來現在 副總統那個人都是這樣的 很有共鳴 所以我想特朗普 就算好這些事情 然後我覺得這次 其實選這個副總統 是非常之好 所以很期待看 看幾件事情 其實我現在 我想補充 就是我和桑寶錄錦音的時候 J.D. Vance 應該差不多就是他出場做演說 在GOP的convention那裡 也很期待 接下來看他和賀錦麗 就是Kamala Harris的辯論 看看這個 還有這個人很有趣 我找回他以前那些 幾年前那些訪問去看 他沒有留鬍子 其實他的樣子都很豬 很豬 但是今天他留下一些表演 很英明神寶 整個背景都改變了 所以其實他有 我覺得如果從那個政治背景的角度去看 他有很大的空間去塑造的一個政治人物 所以是很有趣的一個人 所以其實很值得留意J.D. Vance 是啊 這個很難得 因為很多那些左派的媒體 就是幫大家消消毒 我看很多英文的左派媒體 最近 就是批評他不外乎是幾件事 就是Trump的Clone 就是拜登經常說的 就是用這樣的說法來講 你不利於團結 人家和你無仇無怨 你說是Trump的Clone 每個人都有獨立的意思 你說就算是conversion之後 他和Trump有很多地方類似 但是你不可以說完全相同 世界上沒有任何兩個人是完全相同 你拜登說這些事情for what? 另外就是說 他說inexperience 喂 Reaganinexperience 當時81年他預食 在這個DC希爾頓酒店門外 那個肺被人家打穿 就是肺出血的 這個情況大難不死 之後去了柏林演講 那突然之間講一講 那個聲音 那個是Balloon爆炸 然後他說 Oh It missed me 立即是一秒一的反應 It missed me 就是說他完全無所畏懼的心情 還有那個是氣球而已 但是就是說 用這個方式來氣躍 全場鼓掌 你想想這個就是這個精神 Reagan是inexperience的 他以前是做演員的 他有沒有做過一些很大的公職務 Trump更加厲害 連州長、參議員、眾議員都沒有做過 那你想想他都可以做到一個很出色的領袖 所以我覺得不是experience的問題 而是說你這個value 你這個觀念 你對於整個地方的承擔 你的執行力有多強 這些才是重要的 這些跟你的experience未必有關係 第二件事就是說他是nationalist 說他是民族主義者 甚至說他是populist 說他是民粹主義者 這個很浪費氣了 又有很嚴重的抹撹 這ron之前 又在說了 他在每天天二夜下的時候質疑選舉結果 現在這些左派覺得質疑選舉結果 那些左派就覺得質疑選舉結果 就是壞的 因為說他們已經 Elle manifest 已經包括了辦法 跟法律做事 當時 явives顏法律做事 在參議院是很嚴重的 彭斯基本上就是證明了拜登和Kamela Harris 引起很大的分別 當時在這個證明之前 Vance提出和很多人提出包括他再來 就是Multiple Slate of Electors 就是說選兩批人 一批是選舉營製 譬如Georgia 你說是民主黨 現在正在回額 不如選一批民主黨的人做這個選舉團員 共和黨的人一組成的選舉團員 兩岸並陳給你副總統 等到時候你搞清楚哪一個才是真命天子 就是說整件事查清楚了 才進行做博取的決定 那麼他希望這樣提議 他的目的不是說要干預選舉 而是流傳兩岸並陳 希望到時候搞清楚真相才搞這件事 後來各州都不再recount 有些地方就是說通過各種手段 就不再recount 那麼後來才把這件事平息 而這個就是彭斯Certified之後 才逐漸平息的事情 你抽離的時空 就是說這個人抗議選舉結果 要求有Multiple Slate of Electors 兩批的選舉團員 你罵他們做什麼呢? 當時是follow著所有的法律 去做這件事的 這個是法律可以做的一件事 以前有先例的 尼克遜和JFK 1960年度做辯論的時候 當時尼克遜和JFK 咬得很緊的 點票開始 夏威夷州 發現到有recount的需要 於是乎兩岸並陳 就是有一批的electors for Democrats 有一批的electors for Republicans 那最後就等法落 最後就recount完了 就根據recount的結果 來做最後的才事 這個就是當時的做法 這個就是Vance當年的提議 我記得我當年做節目 如果我沒有記載和阿傑斯做節目的時候 都覺得這個是不錯的方法 就是至少彭斯沒有最後一票否決權利 我承認的 他都要根據法律的制度 尤其是關於recount的情況來講 當時兩岸並陳這個建議 是早已經存在的 現在如果你迫他去做的 那就拖一段時間 等到recount完全完成了 還有最高法院有指示 才會結束 那你當時沒有 結果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最後拜登就是用這些方式 就是完全贏到這個選舉 那當然是牽涉了很多很多 後來發生的問題 那我會看回 就是如果這些左派 還用這個攻擊JD Vance 我也是太超過了 就是我覺得 喂你完全是荒謬的 還有散布一些假信息給別人 我覺得這個是很荒謬的一件事 那另外我們也會看回 當年就是 就是除了這件事之外 也有一件事很值得講的 就是對中國的政策 那大家知道JD Vance 今天最近的演講都很清楚 甚至他一直來的主張 他是支持台灣的 是中國是美國最大威脅 他說烏克蘭戰爭應該盡快被調停 為什麼呢? 他在今年 在New York Times發表一篇文章 他說 反對拜登 用600億美金去支援烏克蘭 另外這個600億美金 導致有9億美金的愛國者導彈 延遲交付給台灣 他覺得這個是荒謬的 他說在氣候變遷方面 拜登要求美國 就是這個要做炭抵消 但是中國的排放是美國的兩倍 但是拜登完全沒有要求中國 去做有關的做法 當然這個climate change 這些抵消有關不支持 但是我即使follow你的邏輯 你是不是都要要求中國 做更加多 至少是多一倍的炭抵消呢? 這個基本的原則 他說這件事 中國才是美國最大的威脅 俄羅斯不是 伊朗不是 講得很白的 換言之他保護台灣 他希望台灣能夠保得住 能夠使得這個中國 能夠視為美國的頭號威脅 這一點呢 以前都很多的民主黨共和黨人 都自知著著 但是這個Vence 很清晰地說 Nobody else Only China 我想是蓬佩奧 講得很清晰這件事 Vence講得很清楚這件事 那特朗普在前面 他有些事情要玩東西 玩東西是什麼話呢? 特朗普最近講返說話 在彭博的訪問 是的 他說 這個 要對中國的關稅 徵收60至100%的關稅 對任何其他國家 所有產品都徵收10%的關稅 就是所有中國產品60起調 他說60那麼多? 記者一問 起碼可以這麼多的 就是他這樣去回答別人 那你看回這個搞法 很多分析師 如果一旦這樣搞 中國的所有的出口 就要繞到第三國去美國 譬如出的車去墨西哥 現在正在做的 那可能有很多其他國家 就肥了一大堆 跟著呢 中國的成本也高很多 他賣到的錢也就是利潛低很多 那這件事的話 他成長率可能打擊超過2% 其實誰知道2%是毀滅性的打擊 60%就是叫你不要賣的意思 那如果你今時今日賣給其他國家 那美國如果我做特朗普的話 就要看了 你賣給我的國家 如果我喜歡他的 就給你賣 不喜歡他的精準打擊 你不准轉售中國的貨給我 用這個方式來處理問題的話 就更好玩 他講一句說話就說 問他是不是貿易戰 就是你跟中國再開打貿易戰 2018年 你不是打過25% 500億 現在又開始來 這個不是貿易戰 他說呢 這個是我對中國做好的事的 我對中國做得很好 意思是什麼呢 這個不是一場打架 這個不是一場戰爭 是我打你 我打你就是跟你打架的 你是不能打的 就是說呢 我是對你好好的 跟著呢 我希望中國也對我很好 跟著說呢 我非常喜歡習主席 president Xi 我非常喜歡president Xi 但他最近說這個不是他朋友 我在任的時候 We were 那個詞很重要 We were very good friends 在我最後的時候 我們是好朋友 來的 講這些說話呢 就是把人句句有骨 喂 這些這樣的事情 你阻礙媒體就說 那 你是獨裁者 又說和那些獨裁者 清興到大 又是好朋友 又非常喜歡 你還是獨裁者 就是這些不是阻礙 就是你是炸傻辦夢 還是你是真心交呢 你想一想 然後抽這些東西 就說這個獨裁者 喂 整件事是在封鎖著他的 就是說摸著你 打你幾下 你是我的好朋友 不過你以前是我的好朋友 就是這樣打你幾下 這些這樣的做法 你記住 就是說 以後呢 習主席真的很高 鼻孔都沒有肉 就是前天我們講到 等一下下一節 在傑斯坟隊 三中傳媒講到這件事情 他鼻孔都沒有肉 就是今時今日 他搞到今天這樣的情況 可以這樣講 記者問普京 你會怎麼看這個特朗普 他 他對俄羅斯 起碼沒有好處 不過他有一個好處的 起碼呢 我跟他有計談 這個就是分別 那你說 那你就使得普京很開心 普京一定支持特朗普 一定反對這個拜登 我會覺得 支持也不會 但是他說 比較樂見特朗普 自然成為美國的總統 不要再俄羅斯 俄羅斯 俄羅斯 有通俄門 已經調查過了 no collusion 如果你再繼續這樣講下去 那幫人 那你拿出證據來 特朗普怎樣 和俄羅斯是串通 反而 你們克林頓 那些什麼 還有那些什麼 奧巴馬 幾多基金會做的什麼 自己想想 畜生格 那樣圖子圖孫 更加緊要 所以你看看這一幫人 怎麼看 那最近是 布朗普 特朗普 都會很堅決的 反對 反對 會對 不是反對 會對 反對 烏克蘭去做強力的支持的 刊衛民主價值 但是沒有講到 怎樣支持 怎樣捍衛 那我的研判 就是說 會調解 甚至於11月5日當選之後 去到1月20日這段時間 那我想這段時間是風高浪急的 為什麼呢 這段時間肯定有些人 是會挑戰選舉結果 肯定有些人 無論誰贏到 都會挑戰這個選舉結果 之後呢 可能有些騷亂暴動 這點是我非常擔憂 因為民意調查這件事呢 有一成的美國人 是無論怎樣都好 只要特朗普上台 都要趕他下台的 那如果有一幫這樣的極左派 去做這樣的事呢 我們都要深切這樣去處理 都說了 暴力在美國的民主制度之下 是不可能發生的 我不認為2021年1月 國會山莊事件 是一個什麼暴力行為 它應該說是一個衝擊 但是它基本上沒有帶槍進去 亂槍掃射嘛 沒有做這些事情嘛 也都沒有到處這樣去焚燒東西 之後呢去破壞東西 那你想一下 當時候的情況 就是希望阻止 那場的這個宣誓的儀式 也都希望呢 當時候的情況 我覺得是 因為是真誠這樣相信 事實上是怎麼樣呢 這是另一件事 當時那幫人真誠相信 是有舞弊的情況 而需要調查清楚 它不是說你一定要叫特朗普進入 而不是 是要搞清楚真相 而當時很多的檢控機關 是不作為 很多的司法機關 是苟且 而不做recount 這樣的情況 就會出現很多的問題 好了 你說會不會 這段時間會有暴力衝擊 我會擔心的 這就是美國一定要顧候的這一關 但是11月5號去到1月20號 這段時間裏面 有一個重要的地方就是說 喂 那你如果特朗普當選了 那會不會在這個地方 開始調停 俄烏戰爭呢 它說明不會的 它不會等到1月20號的 就是它利用這個黃金時間 去做調停 去結束這場戰爭 那薩倫斯基 那怎麼樣 令大家都有下台階 而不會使得這場戰爭 繼續蔓延很重要 很多左膠呢 本身應該要反戰的嘛 但是很奇怪 那些左膠呢 就是希望繼續戰爭的 打 你烏克蘭繼續打俄羅斯 不要停 弱支援 不要讓它停 打贏它為止 你打了兩年多了 兩年半了 2022年2月打到現在 是不是兩年半了 兩年半時間 你打到什麼結果出來 天天死天天傷 那些支持這個打戰爭的左膠呢 不如你去現場打了 OK 1953年 左膠應該說 美國不要跟它停戰 打 1975年 你跟美國說 越戰不要讓它停 打 應該是這樣的嘛 你是不是想 你死 你不死得 人家的子女死了 是沒問題的 所以自己不死 就可以了 你很喜歡戰爭 戰爭犯子 有些戰爭值得打 有些戰爭不值得打 烏克蘭是不值得打 因為對美國無關嘛 美國按著Mike Johnson 和Trump的意思就是說 不搞干預主義 就是這個世界警察 也不搞孤立主義 不要抹黑Trump 是一個孤立主義的人 那它走的什麼道路呢 就是說 有些事情不理 有些事情要理 分辨的標準在哪裡 跟美國的核心利益有沒有關係 比如說 ISIS 跟美國核心利益有關 殺你 而不是大規模轟窄 精準刺殺 那如果你說 這個在俄烏戰爭 它覺得這場戰爭 跟它的核心利益無關 因為NATO已經貼到奧羅斯的邊境 除了烏克蘭 而烏克蘭就是一個buffer zone 這個就是一直以來的共識 普京破壞了你的共識 它不對 它不能夠踐踏到你的buffer zone 烏克蘭現在還是一個國家 是嗎? 澤連司機依然在這裡說話 所以要停 維持你的buffer zone 就是這樣 因為很可能對美國來說 是雞立來的 不是重要的地方 那你說 那你沒有自私 只是為美國 那你做美國總統當然是為美國的 難道做美國總統是為蒙古嗎? 對不對? 所以你說美國總統 當然是為美國去著想的 台灣重不重要? 當然重要了 為什麼? 一打它沒有晶片 美國大蕭條 誰說的? Fans說的 OK 那它說 如果你真的要打台灣 美國即刻陷入完全的大蕭條 接著日本韓國能源資源被你截了 因為整個台灣河河變成內海 不可以讓台灣被殲領 所以說要部署 美國遇到中國要侵略台灣的時候怎麼辦? 所以川普已經開始說 If you bomb Taipei we'll bomb Beijing 就是講明給你知 是一個阻嚇 它以阻嚇 有效的阻嚇 說到做到的阻嚇 來使到美國能夠維持了和平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台灣是安全的 接著有一幫人 就在那裡炒作一件事 就是講回川普 就是關於對於台灣的一些評論 最新在彭博的訪問 最新在彭博的訪問 是 是的 就是因為川普在Mar-la-Lago 就接受這個彭博的訪問 那16號晚上5點鐘有人問他 你會不會保衛台灣 對抗中國 抗中保台 那川普回應說 他非常了解和尊敬台灣人民的 但他們確實拿走了我們大約100%的晶片業務 台灣沒有給我們任何東西 台灣應該給我們軍費 台灣從我們奪走所有晶片的生意 我們有多蠢呢? 他們拿走了我們的晶片業務 他們非常豐富 那麼他就說 我認為我們和一個保險公司 和一張保單沒有什麼不同 我們完全等於免費給很多東西貼 軍費給台灣去保護台灣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呢? 他說台灣距離我們9500英里 距離中國68英里 中國地帶密博 其實可以直接炮光台灣 但現在他們不想這樣做 因為不想失去所有這些晶片工廠 那些都是習近平的 習近平主席 president Xi的掌上明珠 Apple Apple 用英文就是 Apple Apple 就是Crown Jewel 他們的掌上明珠 他們的蘋果 保衛地球另一端小島 是確實有困難的 就說這件事 那就是說 給錢 你給錢給我的話 使用者付費 OK? 我不知道傑斯你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 沒有啊 民主黨馬上馬上都出來回應了 就 他就說其實 一直 台灣就是在用自己錢去看 這個民主黨最新的回應 在白宮裡面 他就說 就是 我記憶中就是 今天他說 就是說 台灣一直都是他們自己給錢的 那他只是一件事 就是 今年早一段時間 就是 眾議院那個 四月份的時候都通過了 那個 對台灣有80億元的援助的那個議案 就是 打包有以色列 有烏克蘭 跟著還有台灣 那 我就會覺得 我自己覺得的就是 其實 特朗普在說的就是 他相信的一些原則上的問題 這個其實我跟桑寶其實 這幾年我們都說了 真的說了很多次 就是 我覺得 我覺得台灣 首先就是 前提就是 不要 心存僥倖 一個能夠自己的土地 一定要自己有防衛的力量 是對的 其實做的事情 我想 其實來來去去是做幾件事 第一就是 你要提升自己的那個防衛的力量 甚至我自己的強調就是說 你要給對方有一個震懾的作用 當年 就是早了兩年前 麻生太郎都說過這些類似的事情 就是 起碼 如果用我的標準就是 起碼 你告訴中國 其實我是一個亞洲的以色列來的 你不要動我 就是 我是不要欺負的 這些其實是台灣應份要做的 就不是心存僥倖 或者長期就是 有一種心態就是 有什麼事的時候 美國會保護我 日本會保護我 之類的 所以 特朗普最近的那個言論 其實他就 其實他最 我不知道 我想台灣那邊也會有很多人有大反應 我想台灣也有人誤讀了特朗普的 就是說 哇 這個人總統會叫台灣交保費的 他不是保護費 我們的標題是保護費的 其實他就說交保費的 因為他說 美國是台灣的一間保險公司來的 這樣 那我就覺得 不需要太過執著這一句說話 我都是那句 就是 你不要忽視一件事就是 保護台灣其實有兩黨的共識 不過問題就是 那個方法是怎樣保護 你看到拜登對烏克蘭那一種 他都叫做保護 就是說 俄羅斯侵略你 OK 我們給足彈藥你 你去跟他死過 這樣 這種 其實我都說 拜登 拜登有他的想法 或者民主黨有他的想法 但是他的想法 當然後面背後有很多美國利益在那裡 那或者他有很多 說有沒有Deep State 又說一下Deep State 那可能有很多 你這樣給他軍火 他 就有生意做 但是我想特朗普 不是這個 特朗普就是 prevent the war 或者就是 他都要說定給你聽 那你自己都要長大的 是不是 沒理由靠我保護 他講了一些理據 就是 大哥我都生長水軟 或者還有長文都難顧 那這些是 對的道理來的 但是他沒有說都不保護你 但是起碼一樣東西就是 他都是提醒台灣的就是 你要有一個智慧的能力 那這個是我長期 我都覺得台灣是需要的 我也都很擔心民進黨的 就是會抱持一種 心存僥倖的心態 其實台灣人都是 其實我想要提高一個 就是更高的層次的一個警覺 這個是長期台灣應該要做的事情 還有我還有一個補充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外交方面 其實就算轉裝 其實共和黨 就算轉裝 我想都難不了台灣的 那就是 蕭美琴都 我想其實他都一直 那個策略其實都是 不是撿下去一個黨的 我們都看到台灣民主黨的外交 是其實可以加餘得到的 聊天的 就是我覺得不會是反面的 那一隻 我又不需要 我又不需要太憂心的 但是我覺得 是一個很善意的忠告 就是特朗普給台灣的那個 是的 我就覺得 這個基本上認同 我是這樣看 我會覺得是怎麼樣呢 使用者付費 我大致 我想這是基本的 今時今日呢 其實FREE RIDER 好久 很多國家FREE RIDING 美國很久 這是為什麼特朗普很不滿意的原因 你想一下他不滿意 從美國的角度有道理的 也都是從公義的角度 是有道理的 我們北約這麼多國家 基本上你GDP 2%軍費 或者少於2%都有 我怎麼搞錯 基本上 美國貼錢幫你打理 你要最緊要面對的戰爭 台灣要面對中國 那麼小的國家 面對這麼大的國家 我們要面對的 我們當然會自立自強 繼續建造一些應該要做的事 美國對台軍售 法國對台軍售 會繼續加強 但是問題是什麼呢 美國也都需要 我們需要美國來講台灣 這個毫無謂言 我們不會說 我們自立自強 好像朱立倫說 我們最緊要自立自強 用什麼靠你 不是用什麼靠你 真的要靠美國 我們靠不靠 自己要努力做 就算買到武器 有到駐軍 都要自己努力自強 以色列的精神 好像我跟傑斯經常講的 台灣應該以色列化 對不對 但是問題就是這樣 雖然是這樣 我們都需要美國幫忙的 美國幫忙 你說我繞上手 你幫我 對你有好處的 你幫我時 你有好處 我需要給你錢 你一定幫我的 是不是呢 你說是的 當然不是這樣的態度 對美國 美國還是會覺得 你給回你 你應該要給一個 share GDP的3% 現在 我可以數字給大家聽聽 台灣的軍費的國防預算 今年2024年的國防預算 是6068億 我對蔡英文是有不滿的 因為她是美國不打 她不知道訂的 2020年 她才開始慢慢加軍費的比率 由GDP1.8% 加到2022年 只是加到1.98% 去到去年 只是加到2.14% 去到今年 是增至2.5% 我也很希望 盡快能夠達到3% 因為你能夠做到這一點的話 第一 對台灣不只是給美國錢 你都會給法國錢 這個國防預算 不是給美國的錢 是給你自己 國防預算的錢 大哥 這筆錢的話 你基本上是可以買很多軍費 改革兵員 增加軍隊 增加軍隊的阿兵哥的收入也好 令到這個地方成為一個 有錢的 神聖的 而且大家都樂意做的職業 這個才是重要的 現在做軍人 更慘 叫他做虎弟弟 這樣就很麻煩 這個是6068億 你看回日本現在 GDP現在佔到2.5% 日本今年的國防預算 只是佔GDP1.6% 所以美國不斷邊編 台灣都不低的 我也知道 台灣佔GDP其實不低的 但是美國怎麼放過日本呢 因為日本有自衛隊 美國有駐軍 基本上美國另一條數撥出來的 第二件事就是 韓國 韓國都是美國駐軍 但是韓國本身 對自己韓國軍隊的GDP 的國防預算 佔到GDP的2.7% 而且逐年增加中的 比台灣還好一點的 所以看回這一點 你會看到美國為什麼不強 台灣就是說 給錢 給錢的時候當然要談的 比如那幫英國 你問問Botjo 或者問現在做的那些首相 就是以前Vichy Sunak 現在這個Stammer 他們本身 要想一下 他們正在給的軍費 就是2.幾% 就逐年增加到2.75% 203年才增加到的數 或者美國都聽說 都硬了 然後看回法國、德國更加不欠 所以美國會怎麼做呢 美國要你們加你的軍費 不是的話 那就不保護你了 你說這件事情的話 當然要口輕地說 這件事情 就是不會不保護的 但是只不過是會逼台灣 要交流 我覺得 行政院院長 蔡榮泰已經出來說話了 就說願意給 所以已經是全力了 就是說 給軍費 願意給 第二個層次 那個所謂的經濟問題 那麼很多人呢 我會覺得 你們不懂得讀特朗普的東西 OK 就是說什麼good friends 然後說那個dictator 這些東西 完全不懂得怎麼看特朗普的東西 特朗普就說 喂 我們拿走我們所有晶片的業務 現在你們很有錢 我這些地方 你想想特朗普最主要的 concern 是什麼 很多人 包括在這個地方 有幾個評論人 就是開一個名選 譬如謝金河 這些這樣的評論人 他們都是志同道合 他就認為特朗普是講假話 因為台灣沒有欠 沒有拿走美國的晶片業務 這個競爭裡面 台灣有優勢 台灣有低廉一點的人工 精準的技術 勤勞的東西 美國在這個全球生產店裡面 佔了比較劣質的地位 所以他才拿不到而已 你怎麼可以說台灣搶了你的東西呢 你完全不懂得解讀特朗普的說法 你take his words literally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賺了就行了 我不用賺了 我的工人要開工的 今時今日 你是不是懂得做 說的是這件事情 什麼是懂得做 TSMC 亞利桑那 那些這樣的事情 你自己想想 做到什麼時候 你回答一下特朗普 特朗普連代邀請 張宗謀去做 做到現在 什麼時候 你國台銘嘛 你甩我拖 那時候又說 在北部搞過大廠 那時候 國台銘 國台銘浪費了 是呀 忘記了它 是 然後特朗普已經忘記了它 TSMC才是重要的 因為國台銘那些是做代工的 他不是做這個晶片的 那你做這個晶片 那你做這個晶片可以 那你TSMC來 那你什麼時候 那你做一個晶片 那你做到這些事情 那你做到這個晶片 這就是特朗普的話 說你把一部分晶片生產 去美國 就不要在美国生产了 因为美国觉得resilience的问题 喂 你很危险 万一全部你揽炒怎么办 你台湾当然可以保持一定程度 甚至大部分的晶片生产 但是起码给回两成三成 去美国生产 这些东西不是成本问题 是国家安全问题 这个就是办法 这个我真的想说两句 这个其实这个问题可以留待日后处理 特朗普其实都可能对这个问题了解也不深 其实就不只是单纯说台积电 在不在这个美国产产的问题 首先你在亚利桑那间厂 其实为什么搞这么久 这个是很多美国问题来的 工人、工会 还有就是技术的问题 你不要以为一定可以掌握到那个技术 但是我想说长远其实呢 未必一定是要那间厂摆在这儿 这个慢慢要是特朗普都要明白 其实台积电和美国在晶片合作的范畴 其实反而不在这里 其实是可以再深层次一些 比如说现在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台湾人的两子爷 就是因为台积电和黄仁勋 就是台湾人的监情 就是台湾人的合作模式 其实那个慢慢可以去返回 比如高通的英特尔 那些和台湾人的合作可以再深层次很多 这些可以其实慢慢日后呢 让特朗普再去明白多一些的 因為台積電不是沒有誠意去擺這間廠 但是其實無論他們在美國的廠、德國的廠 怎麼都不可能好像在日本走得這麼快 因為那個是廠的文化的問題 我可以告訴你很久 但是這個要慢慢的特朗普要明白 因為他是主席 他就未必很深入這些問題 但是我想回來講的就是 特朗普那段言論 其實我覺得台灣人或者台灣這幾天的輿論 其實不要太執著在特朗普什麼都在講錢 最重要就是你給保費 你給一些生意 其實不是這樣 反正大家應該怎麼去解讀特朗普的說話 其實反過來可以這樣看 台灣究竟在未來在美國在亞太的利益上 究竟台灣可以contribute到多少東西出來 這個才是重要的 就是不要讓人看到你一個阿斗 你在那個美國無論跟五萬 或者跟日韓那個在南海的那些計劃裡面 台灣有沒有角色在那裡呢? 或者整個亞太的利益 這個才是美國最重要的利益 其實那些不是跟你講錢 如果你可以fulfill到一些東西出來 那些更值錢那些錢 你反過來 如果我告訴你 如果很記性的 19年20年 19年20年 就是特朗普還在做總統的時候 特朗普答應了賣給台灣的軍火 到今天都沒有交貨 告訴你 大概有四成左右 那些HIMARS的導彈系統 還有那些F-16 那些都沒有交貨 如果我反過來 我告訴你 我又不是很喜歡卓榮泰的 特朗普 就是說我經常覺得這個人上了台之後 出來搭傷的東西都是客氣氣 門面功夫 還有另一個就是國防部長 不是外交部長 國防部長顧立宏 那些又是這樣 或者還有林佳龍 是不是現在做外交部長 我都覺得他可能差過之前 吳超蝕那些 我想說 大佬你深入一點點 其實你可以提回美國佬的 你可以說 特朗普你做總統的時候 可不可以加快一點交貨 我又想給你錢 不過你那些軍火又什麼時候交 大哥你拜登年代就已經做完了 我和特朗普年代買的 你都還沒有給我 當然有因為烏克蘭問題 所以我覺得其實不是很執著 或者只是錢的東西 我想特朗普說 特朗普也有時候會大嘴巴 但是他在說的話 有一個大方向 大方向其實就是 喂 最重要的東西就是台灣 你不要真的坐在那裡 你等我 別人工我 如果老共工過你 你就等我幫你 不是這樣的 這個是美國利益 絕對是美國利益 我為什麼要幫你 大哥你都要告訴我 你到底為什麼你要幫我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訊息 是特朗普 我覺得 我同意的 兩件事很重要 就是說 不要將特朗普的每句話 拆每一字 每一語 然後來研究 然後在那裏 批評特朗普 沒有必要 特朗普是講的大方向 你要了解他真正說這番說話 動機是什麼 就是說 We were good friends 的意思就是 We are not good friends 如果你說 你只是 take his words literally 那你完全都不是真的了解他 你要了解他 說這番說話動機是什麼 其實就是要付錢 但是他意思是什麼 在暗示我第二點 台灣要先想 怎樣可以幫到美國 去交換或者換取 美國怎樣幫台灣 而這個是一個交易 就是說你不是說 美國要我幫什麼 我就幫了 不是這樣 美國要我幫什麼 喂 那我和你談 美國你要我幫你 好 我有的時前 幫幫你呢 就視乎你幫不幫到台灣 哪一樣東西 要開一張清單 台灣要美國幫什麼 OK 而當然 是啊 我不是說話要你幫我的 我會先幫你 然後換取你幫幫我的東西 什麼呢 很基本 由軍手的加強 出兵 軍隊快些 要從戰略這個 一個模糊 轉向清晰 承認台灣是一個國家 建立邦交 進入聯合國 一路去到怎樣駐軍 和台灣 韓國 日本 美國 形成共同防禦網絡 這些呢 我的wishful thinking 是很多東西 那你如果在外交的清單裡面 你列出這些東西 由容易的 去到難的 逐步去做 摸著石頭去做 甚至有些地方應該加速去做 這些東西呢 就是在考驗著 賴清德總統的那個功架 這個已經不是 還有 是賴清德的智慧 是賴清德的智慧 有沒有這樣做 賴清德總統的智慧 這件事 賴清德總統的智慧 我想再講多一點 我想再舉多一個例子 一定很重要 就是 賴清德總統的智慧 川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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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的說話裡 他說 喂 台積電拿了我的生意 你台灣政府其實就應該 或者我希望他們有做到 或者以消美琴為首 他們應該 你真的應該需要解釋給川普聽 台積電的重要性 不是跟你講 拿多少生意 台積電今天的價值就是什麼 它站在自由世界那邊 你可以告訴川普 很清清楚楚 給了很多概念 給川普告訴他 台積電今天最值錢的東西 就是什麼 老共是進不了來抄我的東西 我跟哪個客人 無論是日本的客人 還有NVIDIA 輝達 美國的客人 高通intel 他們做的東西 我全部的保密工作 是做到加零一 你這個才是台積電的價值 我未必一定在你這裡做到那間廠 但是我一定會配合你美國的戰略 這個今時今日在AI那個新城那裡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這些其實台灣應該很主動 不是在這裡和他在傳媒的世界打口水戰 我覺得民進黨要重視這個美國的外交 是要很主動去 你不要管川普11月當不當選 但是起碼你真的要告訴他 喂 有些事情 喂 大哥 我們沒有搶過生意 台積電真的沒有搶過生意 那你要解釋給川普聽 他會聽你說的 大哥 那我覺得到時他真的11月上台的時候 你才會慢慢可以再 那個溝通就可以立即可以開展 還有真的要告訴他 台灣在美國的亞太那個價值裡面 究竟可以扮演一個什麼角色 這個台灣應該要做得主動很多 我成要主動 但是我同時我都認為 不要跟川普去鬧 台灣是不是搶了美國生意 這些不需要鬧這件事 你不需要跟他辯白這件事 為什麼呢? 他這些是氣壞的 他的目的就是說 你要證明台灣怎麼搶了美國生意 就是你難道我要法律上面說 原先是你的 但是我就搶了你 當然不會有這樣的說法 川普說這些意思是什麼呢? 你有好處 我沒有好處 我很不喜歡 我不喜歡 意思就是這樣 喂 這件事就是說 你不要用他的言論 還有做一些無謂的口蝕之爭 我承認就是傑斯英說 無謂做一些口蝕之爭 你搞清楚背後在想的是什麼 而我要的是什麼呢? 台灣你開張清單給我 你要怎麼樣? 接著你給我一些什麼 是兩邊相向有什麼的flow 你說給我知 那我們Let's talk about it 那這件事才是重要 你說台灣會不會談成這件生意呢? 極高 因為從美國的國策來講 我都講過 無論公和當民主黨執政 一定沒有台灣 第一個底牌他不會跟你講的 他就說台灣你給錢我 台灣你要做到什麼幫到我 基本上你不可以全部的東西在那裡生產了 那我的工人怎麼辦? 那我以後那個美國的晶片安全 供應鏈的安全怎麼猜 你說給我自己的方法 你距離中國這麼近 我怎麼都很難相信你的了 你不如這樣吧 有些地方是留在你的地方 但是有些東西是否移去其他國家呢? 甚至不一定是美國的 那起碼對於我們供應鏈人性 供應鏈的安全是好嗎? 這個是美國的立場 OK? 不是,不要看 不是,不要看 是 那你說差不差一點? 差一點要9成9 因為這件事已經在做著 特朗普不是不了解 你不要以為特朗普是笨蛋 他不了解 當然,當然啦 我要你錢而已 我說你偷了我的東西 我說原書不是屬於你 是屬於我的 因為為什麼? 我是客戶啊 客仔就是我那裡 我隨時自己找人生產就可以了 你夠便宜 夠便宜 夠精準 夠能力高 Quality Quality 做得好 所以你現在是第一 他覺得你偷了他的東西 這個偷呢 台灣不要太上心 因為台灣人有一種叫做 一個政後群 就覺得你罵我 你覺得很不喜歡 好像小孩子一樣 你不罵得的台灣人 你罵他就覺得 你衝擊著那個小宇宙 記住 這些東西 跟美國交往的時候 美國會直接說 你偷我的東西 我沒有偷你的東西 那你便宜你多餘 意思就是說 你要給回 應該有利益給回美國 那你怎樣在裡面當中 談好一件事 能夠使得特朗普喜歡的 其實絕對有可能 你看看 這個安倍做得非常成功 OK 就這樣說 現在這一位 這叫做尹錫悦 做得非常成功 給大家看 就是現在是有利益可以做得到 問你台灣可不可以踏出這一步 這個就是我自己的一個 你剛才說的那個是不是岸田 就不是安倍 是不是 安倍和岸田都是 兩個都是 我告訴你 岸田都是一個好例子 岸田其實大部分 他的人生 從政的路途都是親華的 OK 今天他都已經轉向了 這個都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還有我只是最後補充一句 我又不是太擔心 那是一個很好的 就是他跟特朗普做的 和特朗普做的 大家不要忘記 特朗普年代 其實他那四年都是做的 和民進黨的 但是這次少少的分別 就是說 這是一個新的班子 賴清德的班子 但是我覺得 他們有這個經驗的 所以我覺得 有些台灣人會開始 已經在支持那個鋼 就是 說死了,特朗普可能會當選,很麻煩 我想說瘋狂的,過往的四年跟民主黨有什麼work with出來 什麼都要遷就民主黨,有什麼work with 你告訴我,但是我覺得之前那四年真的見到有很多實質的東西 真的有空可以數一下,跟共和黨的合作其實我覺得比民主黨更好 我覺得台灣民主黨,所以我覺得不需要那麼大反應的 對特朗普這段說話,總之都要習慣,特朗普經常都會有一些很驚人 語出驚人,但是我都是覺得,我也同意桑普說的 其實有時候他說的東西其實是有幾好的inspiration 大家是可以很值得討論的,所以就台灣記住 有空就交個保費,就是等下,儲定的錢 就是等特朗普上台就交個保費,就是這樣 民進黨本質上的民主進步黨,就是開始它是左派政黨 你要知道它的本質就是這樣的,OK?福利國家各方面的東西 所以我想這件事的話真的要改的,如果今時今日 如果有些東西不能夠改完疫次 或者起碼有不同的心思去對付美國 去應付美國,或者對待美國的話 那我想這些東西就會有很多東西要卡的 另一件事就是說主動,傑斯講得很清楚 第三件事就是,你今天你知不知道 不要將特朗普的說話,take his words literally 你就是那個字片去拆,偷我,我哪個偷? 這樣就追著這個字,不斷轉下去 說文解字的轉下去,這個是荒謬的 喂,做事不是這樣做事的 黑社會講數都不是這樣講數的 在這個大江湖裏 你要搞清楚人家的根本利益 人家想要的是做些什麼 然後你想一下,他們對中國這麼凶狠 難道不會保你台灣,他一定保 所以有時候有些東西心照不孫 底牌就是美國一定保我 但你不可以讓美國完全覺得自己是free rider 這個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他不是一定要保護台灣的 但是中共打台灣或者收台灣 是不符合美國利益的,行不行? 當然不會,當然不符合美國利益 所以美國一定會保護台灣 但是美國保護台灣,你之後就說 我不管,我不給的了 你一定保護我的,是不是? 這樣的態度,人家當然是採取你的多餘 那你明明是逐漸逐漸增加軍費的過防開支支出 逐漸逐漸將那些廠,鼓勵TSMC 去美國多點投資 給一個計劃,畫個餅給大家 然後跟美國談 喂,我做到這些東西 做多些什麼東西,我會拿到什麼? 我不是說你要我做,我做給你 不是,是台灣要換取美國這麼多的東西給我 是比台灣關係法,說白一點 比台灣關係法六項對台保證 現在拜登說的一大堆東西 更多的東西,something more 這個才是台灣要做的東西 我為什麼要做讓利? 就是要換取更大的利益 這個就是台灣應該要做的事 但是你如果用這樣的思維 你就知道不要咬紋著著特朗普的東西 你這樣咬紋著著就close the dialogue 你要open the dialogue才去做事 這個才是我覺得台灣要做的事情 好了,我們這一節就相當之長了 那就休息回來 就由美國跳回中國 美國正在開民主黨大會 不是,共和黨大會 中國正在開黨代表的三中全會 所以我們就下一次回來在結識份上 我們就由三中全會講起吧 2011 2017 二人 你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